其實剛才聽到那個Ruby講 我們那一區是用聖誕節的時候 在做裝扮 然後除了裝扮以外 當然還是要有一些比較特別的傳統 比如說在謝忌生花圈去厄運 這個在美國的話大概應該都有 就叫Misseltoe嘛對不對 就是一個花圈 然後呢 你為什麼聽說在Misseltoe 在那邊親吻的話會 對 感覺會被祝福這樣子 對 所以這個是他們這個聖誕節 那我就回到說剛才那個 我們是整條街是在這個聖誕節的時候裝扮 那你很奇怪 只要有一家不裝扮 你都一定知道說 那一家應該就是台灣人 對 對 真的是這樣子 因為台灣人就好像說 這是老外的事情 美國的新歌我們那一關 那這台灣人是不是住在通話街府 哈哈 林江街啦 沒有啦 對 這整條 然後你就看到兩家 兩戶沒有 這兩戶就一定就是台灣人 因為他們覺得說第一個浪費錢 第二個好像聖誕節跟我們比較 關我什麼事 對 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後來就跟小楊哥講一樣 我們只要有一年不打扮 他們這些人就就是很熱心 一開始就會來按你電影 但你都不好意思啊 就是 因為我們這個整個街廓 大家都做得很好 你們... 他還很委婉地說 你們有什麼想法對你們布置 什麼想法 沒有想法 然後他就會不只一個 然後兩個 三個來 到最後逼得你也要開始在布置 然後我們想說人家這個 像他們的這個聖誕節都是 布置什麼馬槽啊 對 然後那個聖靈啊 還有一些什麼的東西 他們想說我們要布置一點中國風的 然後又沒東西布置 所以我們只要把去年的那個 那個新年 中國新年的春聯拿來放 還有福祉拿來放 然後全部都弄得那個大紅的 就沒想到當年反而因為這樣 就布置成中國風還有那個佛祖風 然後還得了第一名 哇... 有創意耶 有創意耶 他沒看過這種東西 他說喔 日式課這樣 我說喔 這是 how we do it in Taiwan 這樣然後他們就很開心 像我們說這個聖誕節 我覺得義大利最鬼毛 因為我們有很多細節一定要做到 例如說每一年我們不是要做那個聖誕樹嗎 那一定是在12月23號做 然後在1月8號一定要拆掉 如果你不拆掉的話 對耶穌是不尊敬 然後我爸爸媽媽來台灣的時候 我帶他們去Sogo吃飯 好像是4月份的時候 然後他們還在播那個聖誕的歌 還有甚至還有很多Decoration跟聖誕樹 我爸爸很嚴肅跟我說 這個Sogo的經理在哪 我說我不知道你要幹嘛 然後我跟他說 你絕對不要鬧好不好 他說因為我要跟他講 不可能3月還有一個聖誕樹 你知道我們對義大利的老人來說 是很嚴重的一件事 還有另外真是很重要 就是所謂的馬舊草 對不對 那個NATIVITY SCENE 而且我覺得義大利最棒的一件事 在很多地方呢 這個東西是用活人 就是真的是活著的 像比如說小禎姐是聖母瑪利亞 然後小涼哥是 來 旁邊的女子 什麼經過的人 女子 你是馬 女子吧 還是女子 還是你演馬曹 馬曹 對 然後例如說小禎姐抱著 Justin 然後 Justin是耶穌之類的 所以真的很很棒這個東西 而且你看到有很多很多虔誠的人 他們一整天他們都坐著 或是說站著他們動不動 因為他們就想要表示他們對耶穌的尊敬 重頭戲來了 我們什麼時候要搭開禮物呢 因為你們台灣好像隨時都可以搭開 隔天就可以了 非常沒有禮貌的一件事 就算你是個小朋友 你很困 你想要睡覺 一定要等到12月24號的12點 才可以拆開 為什麼呢 因為按照我們的傳統 耶穌就是12點出生 人家還沒有出生 你怎麼好意思先拆開祂的禮物 哇塞 對不對 很嚴格 不是應該都是等到21號早上睡醒 早上起來 然後下去拆禮物不是嗎 沒有啦 小朋友 抱抱自大 因為我們當天晚上11點半 一定要去彌撒 就我們去多禮拜 然後多禮拜唱很久 那個是一整天最久 最無聊的彌撒 所以很多朋友 現在在那邊睡個覺 回家之後呢 媽媽 聖誕老公公 而且我還記得很清楚 我小時候 我們都會在家裡等 聖誕老公公正帶來我們家 會有人按那個門鈴 比如說那個小亮哥 媽曹本人 對 媽曹本人 曹大哥 曹大哥 你可能是我 我我我我姑姑 或是我我我 可能是我阿公之類的 然後你會打扮成 聖誕老公公來找我 我是小朋友 我當然不知道 因為你是真的 我還記得我5歲的時候 電話的時候 我特別特別的興奮 到前幾年我才發現 那個人是誰 因為我一直都以為 那個真的是真的 聖誕老公公 所以義大利 我們不是百目 我們不是天真 但是真的是有很多小朋友 相信聖誕老公公 很好啊 我覺得覺得 有個夢想多嗎 美國應該就是說 24號晚上 所以為什麼說25號才 因為他想說24號晚上 聖誕老公公 凌晨的時候會想 對 才會放在宿下 而且從25號起來 一定要放一杯牛奶 跟Cookies在旁邊 所以聖誕老公公 才會這麼怕 這樣子啊 沒有我們義大利的聖誕老公 他不喜歡喝奶 他喜歡喝酒 所以我們就幫葡萄酒 在門口裡 哇塞 會合喔 這一個好玩的小傳統 是 日本比較不像 那個義大利店 不像那麼浪漫嘛 那就是我們日本人 就是那個聖誕節的時候 一定要做一次 對 好 謝謝下一位 等一下 真的巧 等一下 這怎麼會這樣呢 怎麼樣 我吃麥當勞怎麼了 我跟你講 因為那個 聖誕節是12月24號5號 這個兩天嘛 沒意外的話 沒有 你真的很難聊耶 但是我們要吃Kentucky的話 大概11月就開始印 因為特價嘛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 怎樣啊 因為 因為我們日本人 不會吃那個火雞 所以我一定要吃Kentucky 就這樣啊 怎麼樣 火雞明明就是感恩節 兩個不同的 他剛剛就說 照這邊牌子拿出來就好了嘛 一定要把故事講好了 把本故事講 感恩節耶 我好不容易回來 看一場故事 為什麼一直 一直這樣耶 故事不好啊 好好好 主要的是 主要的是我那個時候在打工嘛 你知道現場 因為有兩個是 一個是可以就是已經訂好位 那就是 訂好東西就是可以拿 還是要排隊一個小時 然後還有一個限量版的 就是那個 早上排隊 為了炸雞 早上六點都在排隊 天啊 嗯 然後呢 結論就是 日本人聖誕節吃肯得雞 不要問 你會怕 什麼 誰會 我要分享西班牙的聖誕節 我們是會吃一類似甜甜圈的東西 但是我要先講西班牙的聖誕節 就不是12月24跟25 是1月5號跟6號 就是在西班牙 他們有自己的聖誕節 然後他們叫做 三王節 然後1月5號就是平安夜 然後那天晚上呢 路上就會有那個遊行 就有聖經人物的遊行 然後就是會發糖果這樣子 然後1月5號晚上的時候 家長就要把那個禮物 就是把禮物偷偷的放在床頭 然後1月6號小朋友才可以拆禮物 然後1月6號呢 就是會有像這樣子的遊行 對 然後1月6號呢 我們就會吃有一個 它其實是麵包 但是因為它做成圓形的 有點像甜甜圈 它就這樣很大一個 就很大一個很像蛋糕 然後呢 就是大家買回去以後 全家人就是分著吃 然後呢 裡面會包小小的玩偶 就是每一顆裡面只會有一個玩偶 那如果你吃到那一塊裡面 有那個玩偶的話 就要送醫院 沒有沒有 就代表你今年都會很幸運這樣子 對啊 就像我們那個水餃 包錢一樣啊 咬到一邊 一樣是運餅乾的感覺 下次的聖誕節很特別 是 白米加葡萄乾 對 因為我們的聖誕節 跟過外的聖誕節完全不一樣 我們的聖誕節是1月7號 然後對我的四人來講 聖誕節是百分之百的 宗教的節日 所以我們沒有像過外一樣快樂 我們是很嚴肅的 我們是很嚴肅的一個節日 就是東正教的傳統是 每一個人有教父跟教母 然後比如說我有一個教父跟一個教母 我要給他們煮白飯加葡萄乾 然後我要帶這個一百萬 就是一個一個丸 去他們家拜訪 然後他們要跟我送禮物 這樣子我才會收禮物 但是沒有過外一樣 就是小孩手 中正教很傳統耶 是最早最早的 對 這個是最早的 然後我覺得有天 有基督教啊 在天主再來基督教 就是從他來的 那美國 聖誕小精靈 對 這叫做 Elf on a shelf Yeah 對 Elf on a shelf 最近這幾年才開始變一個很流行 然後每家有小朋友 就一定要有一個小精靈 對 然後這個是 因為你知道之前你那個聖誕老公公 你就小朋友要很乖 不然那個聖誕老公 不會給你禮物對不對 但是因為他們看不到他 所以有時候也會忘記啊什麼 但是他們說 好 聖誕老公公的小幫手 這個精靈他來到我們家看你們 他就會跟小朋友這樣講 然後他真的可以買一個小的精靈 然後放在你那個桌子上啊 或是什麼 然後每天晚上就可以放在不同的椅子 不同的位置 然後就會跟他說 你做什麼不好的事情 他就會跟那個聖誕老公公講 然後做好的事情他就會講 那比如說如果今天哥哥對妹妹很好 就是做一些很好的事情 那那個媽媽會寫在一個 晚上的時候會寫那個封信裡面 就是他今天做什麼都很棒啊什麼的 然後再把那個精靈移到另外一個位置 那小朋友很期待起床 看到這個精靈有移動 然後看到這邊又說 Oh little timmy 我看你昨天對妹妹很好 這個很棒 我會跟聖誕老公公講 哇 這小朋友真的不會被嚇到嗎 對 他自己移動耶 因為我小時候如果起來 然後發現那個玩具移動 我真的覺得很恐怖耶 真的會嚇死我 所以你要先講好啊 你要先講這個是 這個不是鬼的東西啦 這個是那個精靈小幫手 我們是覺得滿有趣 但是你要不要回頭看一下 大家的腳長好像很無聊 你不覺得很棒嗎 尤其是你旁邊的那一位 肯德基先生 他... 他臉就長得這樣耶 哈囉大家好 你們訂閱我們的YouTube了嗎 想要看我們幽默帥氣的模樣 就趕快按下訂閱鍵吧 你們的支持就是我們的動力喔 你們安非ems 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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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鈴鐺